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哄啪 在五月间我们访问过这位来宾 我的老朋友樊光耀 但是今天他看到我非常兴奋 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而是因为他从事的工作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舞台剧的演员 但是这一次他带来的主题 是一出叫做爱隔离的戏 一听爱隔离就大概可以猜想得到 和前两年也就是2019年底到去年 我们所遭遇到的隔离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Omicron 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 新冠病毒 我还真的不知道该到底该怎么怎么说 因为现在好像梅将军也接上了 流感也接上了 总之我称之为隔离时代 或者说口罩时代 但是光耀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创作了这一出戏 爱隔离 编剧导演也是演员 是的 我想你千万不要松懈掉你刚才的兴奋之情 这样子 你对接近50岁搞创作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是早有准备 只不过你原先并没有想到是那么认真 那么认真 所以说 好的 谢谢老师 因为说到这个创作真的是好像百感交集 然后花不打一处来 这个戏是一个原创舞台剧 那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 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发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当代的事情 做一点什么题材 OK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疫情算是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 因为2020年实际上台湾才刚刚开始受到一点点的威胁 是 对比比起海外啊 大概迟了半年 好 那么一直到了2021年啊 我就跳过中间 在三级警戒 台湾三级警戒 大概是在2021年的四月到五月 那时候开始发酵 是 那我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这个戏 那那个三级警戒就开始 这个社会都开始一层一层的shut down 然后大家被关在家里 他不要说是被迫被关在家里 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好 OK 那可能大家记忆犹行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艺文工作者 就是演舞台剧 实际上我们大概停业的时间点就是跟餐饮业差不多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行业啊 就是终止 你要不就是什么要要梅花座 建格座 所以好多那个时候的剧团有一些试试看也梅花座 演一场赔一场 那后来干脆就大家都拉掉了 就不演了 然后后来呢 就是这个三级警戒 这些全部停摆 那我大概是长达快有一年啊 所有的戏都取消了 包括就是先前接演的戏 自己大概长达一年的时间 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是 期间我这个插个话 就是真的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谢文化部 感谢 这个政府的德政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一文纾困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剧场人 真的是非常宽厚 我这个隔了半年啊 我申请了两次 这两笔我都全额拿到 第一次应该是六万块钱 第二次应该是三万块钱 虽然说是杯水车薪 但是你看到那个金额入账的时候 其实是很感动的 就是我还可以喘口气吧 那种感觉 那与此同时 我觉得就是人不能因为疫情 然后就是手足无措 每天都在沙发上面赖着 我就逼迫自己就走到电脑前 我就逐字的就就就就打下了 这个爱格尼的这个剧本 他刚好就是在我疫情期间 创作的写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在当下台北市 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三口之家 是 这么一个故事 对 居家隔离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似乎就是从男主角 也就是您本人 是 从防疫旅馆回到家 是 这么大概半天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在防疫旅馆回家呢 我再次跟大家报告 我演的是周先生 周先生被周太太啊 用律师函 从上海逼回来台北 要谈离婚 太太常年在家里面照顾这个他的公公 我的爸爸以及女儿受不了了 15年之久 他是一个专职的主妇 是 OK 那这个周先生的跟许多的台商一样 他常年在上海 他就是为家庭打拼 就就就这么一个状况 那这个好玩的是呢 这个女儿啊 女儿他是 快要18岁了 然后这个中学这几年呢 都已经在外县市的国际学校寄宿 所以这个状况的情境的设定是这样 爸爸妈妈女儿 他们本来就是隔离状态 他们是一地而居啊 然后在一个姻缘巧合之下 因为居家隔离 因为团聚了 团聚了 三级警戒嘛 各级学校的学生都被赶回家了 然后我从上海要飞回来 在这个防疫旅馆隔离14天以后 回到家里面 回到家里面的前15分钟啊 我的爸爸 因为前几天确诊 因为他年事已高 身体虚弱 确诊染疫 被防疫人员带走了 送到 送到这个富亚隔离病房 是 这个就是这个戏的beginning 这个开场续场 就是爸爸被带走 我迟了一步 天人勇哥 没有碰到我爸爸 然后爸爸 周先生周太太跟这个女儿 女儿就被关在家里 因为家里有人确诊 必须居家隔离 14加7 至少14加7 就是这么样一个状况 你的剧场的时间 用不了那么久 是 也就是非常精简的符合古典戏剧三一律的这个背景 是的 因为周先生啊 从这个防疫旅馆 他这个防疫 他必须要待到午夜零点 才算解隔离 才可以退房 OK 所以回到家的时间呢 我有明确的时间点啊 2021年的5月27号 为什么是这一天 这点很妙 隔一天28号 本来是第一次三级警戒的 就是结束日 但是在前几天25号的时候 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因为疫情急剧扩大 所以呢 把这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也就是本来大家有一个虚拟的盼望 28号三级警戒是不是就可以过了 没过 然后27号那一天 我选择的那一天 刚好是什么 第一 27号那天确诊案例400多 是标新高 比起前一天 26号标升100人 加上校正回归啊 标升100多人 全台都都惊呆了 都慌了 再来一个是什么 你倒推前 我回到台湾的当天 是6月13号 就关到那个防疫旅馆的时候 那天是全台大停电 我做了非常详实的考察 也就是一切的厄运 虽运都临到了这家人的头上 然而这一出戏 里面它不是悲剧 它是一个荒谬喜剧 很妙 我的处理是这个样子 它的整个背景是这样 就这个故事而言 照说会唤起非常多 有着染疫恐惧的观众的补悦 对 因为我们从 不要说再看远了 2003的非典 是的 再往前的话 那就是20世纪初 西班牙大流行 流感带来的这种 或者说瘟疫 所带来的这种压迫感 灾难感 恐慌 似乎是对于戏剧很不利的 尤其是会 大家还团聚在一起 看这个戏 你怎么去把细菌的内置 放在这个形式之上 让观众能够接受 重新看一遍 或重温一遍 这个隔离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在制作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在 就是挣扎 因为里头 我们不能避免 观众席里面 有经历过疫情的 不幸的人来看戏 那怎么样 就是不去激怒他 或者说触怒他 首先我必须要 很严正的声明 就是说这个戏 并不是在拿 疫情期间的 种种不幸来开玩笑 没有一丝一毫 那个意思 而是其中有一点是 是不是让大家 能够重新感觉一下 就是实际上 有很多时候 每个人家庭 或者是个人 他遭遇的困难困境 实际上是一样的 特别是我们 你说是有幸还是巧合 就是我们居然可以 经历一个大流行 这个在我们 这个人类的文明史上 我们真的是在 就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点 我觉得很难得 再来一个是 我这个戏不愿意引起 经历过这个疫情期间的 所有观众的任何的不悦 以及不安 以及不快 相反的是 是不是让大家能够勾起 当我们在人生的逆境 不仅仅是在疫情期间 任何的困顿 任何的不顺心 不顺利 在那个期间 有没有一点值得 我们珍惜的一些温暖 特别是亲情 来自于家庭的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久而久之就末世了 好像唾手可得 就比方说亲情 比方说来自于爸爸妈妈的爱 或者是子女的爱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 这本来是应该的 实际上不然 我发现亲情是很需要经营的 如果你长此以往的忽视他 像是我们剧中的家庭 孩子渐渐长大 叛逆 太太常年在家里面 当一个好像是台籍看护一样的 一个专职主妇 爸爸只是一个赚钱 博生的工具机器 我觉得这个家庭 你说他的情感在哪里 真的是 好像平淡如水一样 但是我现在这个戏 很希望能够在 比方说周先生他在这个27号的午夜 一点钟回到家里面 一直到第二天 我把很多的事情集中压缩 这以前的说法叫做集中式的情节 现在有一个就是比较新的说法 非常漂亮的说法 叫做自身交织情节 自身交织情节 就是这个我们下会聊 就是但是我这个并没有这么的 就是好像掉书袋 或者是就故意去故弄玄虚 一点都没有 他们是在家里面面对一个困境 面对一个状况 他们有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个状态 最后我这个戏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什么意思呢 因为周先生是被周太太逼回来谈离婚的 那这个离婚 这里面有一个状况很妙 周先生不想离婚 他一直跟太太解释 然后耍嘴皮子 厚言无耻的都有 但是也非常的诚恳 主要是什么 太太就是怀疑 他这个先生在上海有小三 就是这样子 好 但是最后这个 先生到底愿不愿意呢 他中间跟太太说 我们能不能等到居家隔离结束 再说 这是一个缓冲 因为现在签字也分不开 所以这很妙 所以那个太太是不是心里面是真的想要离婚 或者是 OK 我还有一个台阶下 这个都是 这个老夫老妻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是 很有很有意思 我觉得 他们面对这样的困境跟情急跟冲突 本身就具戏剧性跟某一种喜感 正因为COVID-19 长年的这三年来带来的这种恐慌 到现在还在我们的门口 是 还有各种形式 新的感流感 痛苦 对 所以这个戏既有一种写实的需求 好像在130分钟的表演之中 也有一些段落 并不是那么写实 是 我很想知道 即使冒剧透的危险 是 也可以说明一下 不怕 这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是如何安置在或者是植入到 一个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写实背景的戏 而为什么又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打破 是 是这样子的 因为 OK 我这个戏啊 对他有一个戏称 就是大家问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 在通俗剧的概念之余 我有一个戏称很长串 叫做家庭亲情伦理 一杯一喜 写实狂想荒谬剧 一杯一喜 写实狂想荒谬剧 那这个狂想是来自于何方 就是 大陈老师因为 知我甚深的 我们都是喜欢戏曲的人 我总是想说 当代的华人剧场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使命感 或者对得起我们的兴趣 常年的爱好 是可以把一点点戏曲元素给揉到里面 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什么呀 非常俗 俗套啊 就是做梦啊 你做梦里面是什么东西都可能发生的 是 所以这个男主人在早上 比方第二天一早醒来之后 他睡了一个回笼觉 在激怒他的太太之后 他睡了一个回笼觉 这里面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 冲击跟启发 就是靠这个梦 那这个梦里面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演员啊 叶姓威 他我认识他也七八年也有了 然后也常常一块合作 我就觉得这个 这样子优秀的青年演员 必须要有更好的机会在舞台上展现 他这个戏是我刚刚说 我们这个主要角色 就是一家周家一家三口吧 是 那这个叶姓威演的呢 就是在梦境里面 他是演这个家庭的一个什么 秘密课 外来课 不速之课 他就是展现他这个戏曲演员的本领 他是五花脸 伸手很好 又会跳街舞 所以我在20分钟之内 我真的是为了他写了20分钟 非常扎实的戏 都是为他一个人展现 他的身上跟他的这个功夫 还有他的口白 大家可以来看看 这个很不一样的展现 他演的是什么呢 不怕剧透 刚刚说的外来课 秘密课侵入者 我们说这个小三小王是侵入者 对不对 病毒也是侵入者 他演的就是COVID-19 病毒 就是病毒的本身 我在梦里面接触到他了 就是他跟我们有一个阐释 他为什么会兴起 为什么会来侵入人类 为什么会闯到我们家来 所以他后来 所以他也被你 就是这个病毒被拟人化了 是的 他病毒 然后来闹我 等于梦中来 好像是在跟我戏虐一番 然后又变成了 我负押隔离病房当中的老父亲 然后再变成 我曾经怀疑的情敌 因为这个是 以人来讲 这个是我潜意识里面 目前来讲一个梦业 一个噩梦 特别是那个 很久以前的那个小王吧 就是说这个情敌 是我一直心里面 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是 所以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好问的是樊光耀 他是爱隔离 这处舞台剧的编剧导演 以及演员 我们先报告一下 演出的资讯 12月15号星期五 晚上七点半 以及12月16号第二天 晚上也是七点半 还有到了12月17号 下午两点半 这三场是在台湾戏曲中心的 大表演厅 这是第一个礼拜 到了第二个礼拜 12月23号 星期六 下午两点半 在高雄卫武营的戏剧院 此外 2024年还有 是吧 对 1月20号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星期六晚上七点半 1月21号 星期天下午两点半 这两场是在台中 国家歌剧院 中剧院 中剧院 整个戏的演出长度 大概是145分钟 就是寒中场休息的话 中场休息15分钟 差不多是这样 比一般现在很多商业大戏 要短一些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我只能这么说 我这戏戏还蛮接棍的 是真的是 然后有许多人大概都怀疑戏曲中心在哪里 并不是士林捷运站 不是也不是剑坛旁边的那个 那个皮蛋豆腐 那个是台湾表演艺术中心 这个台湾戏曲中心 在士林宪兵队对面 是捷运淡水线的枝山站 在枝山站 离枝山站 步行五分钟距离 台湾戏语中心 大表演艇 非常期待 我们的听友可以去看看 樊光耀 爱格里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市 娱乐红帕单元 访问的是我的老朋友 樊光耀 他是爱格里 这齐舞台剧的编剧导演 以及演员 讲到演员 我上一次看 樊光耀演戏是弄辰 哇塞可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李宝春新剧台 对对对 宝春老师的 他改编这个弄辰对出歌剧 直接把他移植成京剧 你还记得那个角色吗 你也记得呀 我是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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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有点小感冒 所以唱不出来了 从弄辰 你刚刚也提到 你对于传统的戏曲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是 在舞台上 尤其是自己编导的时候 特别想要把 京剧的某些行当 或取义的某些技术 放进去 这一点对你的创作而言 带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启发 或者限制 因为我是外行 就纯粹是爱好 虽然说大学的时候 就读的是叫做戏曲 可是因为我们并不是 大小做科的人 那长大了以后 真的就是 特别是在大学到研究所时期 因为每天跟内行的朋友们 和同学们都是在一块 其实心里面非常羡慕 就是 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个机会 去念复兴俱校 连个大顶都不会拿 对呀 结果您知道那些 就是这个京剧演员 或者这个做科的这些同学们 怎么说我 他说光 你知道 阿光 你知道吗 还好你没有去做科 很奇怪 后来我换位思考 他们常常认为 他们的受到这个 城市化的这个教育 就把他们的所有的表演都锁死了 他们只能在某一些特定的戏里面 拉上一样的身段 唱了一样的这个西皮二黄 也就是说他们是F1大赛 可能这么讲 就是方程式 那为什么就是给设定好了 除非你有很高的艺术天分 条件自觉性 还有还要要极佳的机会 你才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你比方说远的不说了 吴兴国老师 那您看看他的这个成长背景 以及他的艺术的这个这个自立 以及开悟 就是多少的这个因缘机会的条件 才能造就一个当代传奇剧场 我觉得太太不可思议了 那为什么就是我回头是这么想 就是我学了一些这些曲艺啊 戏曲的皮毛啊 有的时候够用就行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他不可能是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干 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些佐料 调味料 在你的这道主菜里面 他是可以增色 可以提味 我觉得挺好 所以在我往后的长时间的跟跨界的演出也好 或者是像您刚刚讲说 怎么会宝春老师用我去演这个新编京剧 我觉得对我都是莫大的一种鼓励 以及尝试 那像这出戏在编导的时候 我就特别 这个是一个意图 就是想要尝试看看 那尝试的篇幅不大 非常浓缩 那很很集中 所以不会 我相信不会 不会遭受到很大的挑战 或者是反感 相对的 但里面的喜感跟戏虐的程度 刚刚好用戏曲来呈现 特别过瘾 是 这个都是导演和编剧的思维了 是的 可是作为舞台上的演员 一面倒着 一面还要修整的剧本 但是你还在演出状态里 是 这个可以多介绍一下 你在舞台上的这个角色 好的 我先从李国修谈起 在台戏的过程当中 我不断的一起 郭修老师 因为他这个常常都是编导演三合一 我们那个时候当然都知道 他这个就是劲儿大 很辛苦 全才 是 你现在真真正 我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编导演 我在学校里面常常编导演 就是三合一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 这回不一样了 我真的感觉就是年纪体力 心力 精神 因为家里面的孩子还小 家累什么的 真的会分神 再加上面对这个排言场里面的 或排言场以外的琐事 消耗极大 所以我不断的一起 国修老师 我都觉得 他真的 在那个时候可以跟那个神人一般的 就是 可以这样子 全方位的蜡烛 不知道多头烧的感觉 而且还点亮别人 还造就别人 好 这下我体会到了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 好 我就试试看 我可能就走下去 至少是迈出了一步 往后也可能这么走下去 那另外一个回到自己演员的身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这 也就是这疫情的几年 有几个变化 一个心理上的 刚刚跟您提到的是一个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是大概五六年前 我因为往返上海很频繁 去那边演出 有一位上海的年轻作家 写的很棒的 张一薇 你一定也知道 张一薇常常 在台湾念过书 对 在台湾政大中文系拿的博士 他常常跟我聊天 他呢 那个就是三十出头 三十多岁 他跟我说中年危机的事 我说你才几岁 怎么中年危机 他说他中年危机来得很早 他也非常事故 早熟 我说 怎么是中年危机 好 这个话音未落 就是隔了几年 这个疫情来了 2020年以后 我开始有强烈的中年危机感 中年危机感 不但是来自于家庭 工作 经济上面 各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我慌了 我长时间的去演演出 后来这几年我发现了 我现在 这个不是说假的 不是这个 这个谁啊 Bruce Willis 他是现在叫失语症 是不是 是 我有点担心 虽然我很不负责任 有一点感觉到自己是不是担心 有痴呆的问题 对 真的 虽然我的咖啡喝的量 跟年头都够久 够多 据说是一天要喝到三四杯 现在大概控制两杯吧 大概是这么这么讲 然后我跟您一样 现在我疫情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 上午咖啡下午茶 下午开始喝茶了 在与此同时我就想到 因为我也很不负责任 我并没有去查失语症 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就看中文这个失语二字啊 你啊 如果不能张口就说 或者逐渐的流失了这个能力 那就失语症吧 但感觉我 对不起啊 我就是拿着三个字来做文章 我现在发现 我大概四十五岁以后 要不就是脑管不住嘴 脑管不住嘴 或者是嘴 跟不上脑子 我有点恐慌 然而在这个舞台上排练场里 因为有规范嘛 他还可以寄托给对白嘛 所以我觉得表达上面来讲 我还有一个依规 那也不会离谱 还算靠谱 那么我 你还有专业啊 这么你有专业的能力 结果后来发现 真的是你编剧的脑 跟演员当演员的脑 两回事 我才发现 我虽然自己的对白 我自己觉得写的挺好 挺高妙 有的时候我难以驾驭 掌握不了 后来我才发现也挺好 就是我对于一个编剧的脑子来讲 我觉得我负责任 因为我不是为了我而写 相对来讲 他难度还挺高 有些东西 你已经很长年的在 不管是电影或者是舞台 是 的这个表演工作之间 呃 担任语言指导 语言指导 对不对 对 这个语言指导 很可能也跟你从事编剧里头 编剧的工作里头 带来的某些刺激会有关系的 有关系 呃 因为 虽然这个 这个读的东西 真的不多 可是就像老师讲的 我们对于语感会有一种追求 或一种敏锐度 嗯 这个我可以自豪 我虽然不是表现的很好 但是我尽力做到好 嗯 因为我也不怕得罪人 我们打开电视 包括现在这个现在 国片的这个兴起 嗯 制作精良 好片不断 嗯 但是细究 它的部分 我觉得对白 语言 或者说它的这个文字性 嗯 有的 非常弱 非常弱 非常不好 非常不行 真的是不行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 而演员也没办法说服自己 因为呃 他如果想要精进一些的话 他会想到 他一定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是这样讲话 是 我如果精进了我的语言 我就我就失去了 我对于写实的追求 是是是 你就这个 这个很 这个问题非常吊诡 比方说台湾的 我就说台湾的 这个一般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追剧 如果说是日韩剧 韩剧啊 主流 或者是叫大陆剧 嗯 请问一下你对位上面 会不会有一种偏差 嗯 因为比方你追陆剧 陆剧你是听着是讲普通话 你看的是汉字 中文 是 OK 你现在追韩剧 你听的是韩语 嗯 你看的还是汉字 那请问一下 你能区分出所谓的语言性 嗯 跟这个文本 他的这个奥义 或者是巧妙在哪里 那 剧作家的巧思 以及演员的掌握 那已经不知道是 度过多少层次了 为什么 台湾这个台剧里面 常常碰到一些状况是什么 演员拿到剧本 觉得我不会这样说话 对 所以他就改 那当然 这个是很多导演 他的一个宽容 或者说 我就是这个追求 我必须要体现 这个演员本身 你可以化作你的语言 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样展现 我绝对尊重 因为我们大家都常常干这个事 嗯 可是在某一种条件 某一种追求 某一种level程度之上的剧本 跟制作 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他 嗯 我别的不讲 一代宗师 请问一下 谁会像里边的公二 谁会像里边的叶问 那样说话 请大家去再看一下 一代宗师的对白 嗯 去看一下他的文字 你会发现 什么叫做艺术追求 嗯 这个 再再讲 大川老师 像我读大唐李白 读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城邦暴力团 里面你看看 那个人物的对白 那是你的脑子里面去规划 编排出来的 语感 嗯 时代性 城市的感觉 人物的背景 你都要顾及到啊 是 那再来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 借由这里面准确的传达演员的情绪 以及他背后的深度 他的一切的经历 嗯 以及反映我想要表达的剧作家的某一种思想也好 我自己的情感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宣泄 这都要靠一字一句经过演员的对白从嘴巴里面说出来 嗯 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演员非常大的考验 不一定要符合最简单的或者最叫做天真写实主义 是的是的是 那不一定要符合那个 他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戏剧情境里面要掌握这个剧作内在的精神 是是那像这个戏我我当然我我我自诩对白下的不赖 嗯 那好不好就请观众进剧场来聆听来观赏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娱乐红帕单元访问的是樊光耀 他既是演员也是导演编剧 嗯 今天我们处理的题目 爱隔离 也就是COVID-19以来 呃 大家在一个看起来是居家被隔离的状态之中 究竟如何去重新回到看起来又不是具备隔离条件的这个亲情的融合 是的 12月15号16号和17号在台湾戏剧中心知山站附近 知山站 一号出口五分钟 大表演厅 这很重要 不要走到贡玩那边去了 呃 爱隔离 嗯 还有另外两位演员 是 一位是张本瑜 一位是李芙蓉 嗯 我非常要感谢我的最佳女主角 张本瑜 张本瑜是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基本上叫做童年 嗯 我们今年是我们兔年 是我们本命年呢 啊 我们是打小的15岁156岁的时候 在华岗议校认识的 啊 我大他一般 我是他学长 嗯 他是我学妹 然后这几年来啊 就是华岗议校从我们念书起吧 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到现在啊 就30个年头了 嗯 在舞台上 就是这活动的演员 以这个舞台剧为为主为本的 就我们两个 嗯 没有别人 是 没有别人 很可怕吧 为什么会这样 很妙吧 嗯 可能其他人的这个另有高就 嗯 那么就是我长长时间就是我一直站在舞台上 那我跟本瑜的这个舞台的合作最早是在这个十多年前啊 呃 国修老师还在世的时候演戏出阳关的时候 哦 我们我们两个同台 然后一直到今天 他也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每一年都在接演舞台剧 嗯 所以我们两个这个渊源很深 那他从2020年末 呃2021年初 我跟他邀请演出 他连还没有看到剧本 满口答应 纯粹就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信任 嗯 然后中间呢 我们这个命运非常的这个波折吧 那他是一个一线的女明星 中间我们还参演了其他的两个制作 哦 然后他还拍了女一的电视剧一个两个三个的 嗯 这个戏到现在终于可以演了 你看他为我保留的时间这么长 然后现在第一轮区区七场而已 嗯 希望大家多多的鼓励 而他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讲 哇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台上因为演这对这个怨偶 里边有很多的精彩好戏 超乎你们的想象 呃 嗯 那激情戏大概属于保护级吧 那种叫开玩笑 但是绝不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受 而且挺好 我我感受挺好的 而且我们两个因为演员在舞台上的感觉很直观的 很直觉 我们两个感受都非常好 也希望可以带给观众 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夫妻之间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在在这个两个小时之内 可以谈的 可以体现的 都可以让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是 他的表现到现在来讲 在对于他一个神经质精神长期耗弱 忧郁症 然后会逼逼先生这个离婚 但是骨子里很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依靠 嗯 说不定巴不得你不要跟我离婚的这么一个情情绪勒索的 是 常常善用情绪勒索勒索手段的这么一个家庭主妇 他演的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是层次感跟面相 我觉得很棒很棒 老王必须卖瓜 但是这个瓜是卖的是真的 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到这一次算是一个代表性的合作 代表性的合作 然后另外一位您刚刚问到的李芙蓉 我跟他认识也有七年 合作也常常演出 他是我 我老早以前有教书 他是我的早期的一个学生的学生 那么他非常非常有天赋 他现在30出头 然后他要降临演出一个18岁的高中生 演一个 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周先生周太太 在他两岁的时候 把他从美国带回台湾来 他是一个小小ABC 是 为什么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周先生周太太也有过浪漫 比较开心的岁月 在美国 女儿在美国出生 是美国人吧 那这个美国人呢 在两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被调到上海了 在无奈之下吧 他跟他的妈妈就回到了台湾 然后他就从小就被送到比方 美国学校 国际学校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 他是国 英 夹杂 他表达出来的18岁的那个叛逆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可以来看看 里头他又聪明 又皎洁 又愤怒 叛逆 但是具有悟性 以及智慧 父母亲的 这个问题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结合技 但是这个结合技的表现 完全不俗套 就是这个戏 很多的走向 我自诩 很希望带给大家的是 通俗 而不流俗 听起来是你对这个剧本 非常称赞 这必须要的 要给自己一点信心 真的 因为我也不敢奢求 谁给我什么信心 多多 过多剩余的鼓励 就是必走尚且自真 很了不起的一点 就是你把年轻人善用网络工具 而且还对父母之间的某一些 这个情境 您注意到这个了 对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 这个剧里面 能够带给青年观众 非常特殊刺激的一个段落 是的 不妨再爆个雷之类的 您刚说的对 大家都还记得 是不是我们在那个2020 2122 这个三年期间 是不是那个网络 我们大家消耗在网络上的时间变多了 然后再待在家里面 做这个网络直播主 什么YouTuber的 是不是变多了 所以我这个女儿 你现在讲的还 等会你再说 我一定要先讲 你说 因为最近我要讲这件事情 发生在COVID-19之前三年 两到三年 我跟我儿子有一次 在家里发生冲突 口角的冲突 接着呢 我就想动手了 我只是说想 因为我脖子 实际上是打不过他 可是就在我快要动怒到极致的时候 他拿起了手机 开始录影 搜证 对 他说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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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都给你拍下来 你把你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 哇 好精彩 那一段我不知道 他洗掉没有 哇塞 你要知道 我就 第一个 这件事没跟人讲过 第二个 这件事情后来也没有发生过 OK 但我觉得 那个小孩 或者说 你具体名的 青少年 他有这么个机会 来勒索你一下 你可能人生会有巨大的改变 从那以后 我变得我非常慈祥 OK 或者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到 你知道 还是你的手机也不离手 没有 有没有想要制造一点什么冲突 让他忤逆 然后你也反搜证 那是你年轻人的想法 到了我这种只剩下一把慈祥的人来说 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你们家的这个类荒谬事件 我们就纯然荒谬的把他搬在我的舞台上 你继续讲 就是周先生跟周太太 吵得不可开交 就是这个互私的时候 女儿开直播了 这人气冲起来了 直升 因为太好看了 现场的实镜秀 冲突秀 所以这个是这个疫情期间 居家隔离的某一种荒谬性 以及反映这个世代 他毫无家丑外扬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就让大家看 没有这负担 非常坦荡 非常坦荡 没有什么好藏的 他就是一个节目 没有遮羞布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也是在 就是在疫情期间观察 哇 大家有能力的 比较正能量的 大概都在家里面做直播 跟外界就是那个视窗 就变成真的是 你对外的一个窗口了 好像都是急于跟世界 有所呼应 有所连接 我就看这样子的人变多了 我就想说 我们周家的这个女儿 很适合来这么一角 来这么一手 来这么一手 是 挺好 就戏剧性 或者说我们常常讲戏剧张力而言 这三个角色 在你编剧的时候 曾经动过跟原始的构想 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手脚 有 也就是说你一面编 就成如你今天跟我见到的第一面的时候 你就很兴奋的说 你编剧进入了一个状态 是 而且看起来这个修改 或者说去形塑一个你心目中的角色 好像是非常让你满意的 或者说非常刺激的一个过程 是 首先我邀请的演员已经确定了 那个时候我同步在创作 所以心里面会有一个 会有形象 会有一个形象 所以而我也认知他们 就是我们非常熟人 很熟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常才在哪里 我越写不由自主的会往他们的长处那边去写 比方说芙蓉 芙蓉是当今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这个剧场演员 非常非常杰出而优秀的 就是他在台上是亮的 不只是他的表演 他的声音尤其是漂亮 咬字啊声音啊情绪都表现的非常好 那我就贴着他们去写 越写 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像我们拿这个双眼照相机去对焦啊 那个双眼照相机 重影嘛 重影的那个focus 这个焦点嘛 他们会越来越接近 当然这个剧本完成了以后 我们在立的排演场上面去走起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啊 就是你去对焦的感觉会越来越接近 但是那个接近并不是说你已经 哎呀我多了不起 我预期就是这样发生 他就会这样 不是的 我后来真正了解好多的这个导演 包括我合作的国秀老师啊 赖神川老师 都是有很多时候 最后是让角色在演员身上自己长出来 嗯 那么那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所以昨天前天的我们的整排 我也是告诉大家 我们除了巩固我们现有的以外 我也鼓励大家 包括我自己 我们在台上找到 我们在台上找到 this present的这个新的感觉 让我们可以自觉的 我们去把它做出来 就是可以不要再锁在剧本里面 是我们可以当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舞台上面行行动 坐卧 吃饭 讲话 是 很过瘾 爱格里 12月15号 16号 17号 12月23号 以及明年的1月20号 1月21号 七场表演 每一场大概130分钟的十足的戏 谢谢光耀 谢谢大川老师